幕后姜董元腿长112公分。翘二郎腿两脚掌平贴地面。 姜董元腿太长,翘脚脚掌平贴地面。图记者陈明安社。2018年3月8日。 韩星将动员出道15年,左首次来台宣传芯片会影迷,金、巴、日将时间全线给媒体做访问,等待记者到场同时,他在场地外头游走,完全不在意路人眼光,台湾片商就透露,他因为一整天做了不少访问,正在喘息休息。 而姜董元比预定受访时间提早到会场准备,得知还有记者未到场后,他坦言没关系,坚持等全员到其在开示工作。 姜董元接受联访时,见到其中一位记者满头大汗,关心询问对方需不需要面纸,笑说视线全被他脸上的水给吸引,等到记者擦完脸上的汗水。 姜董元,他才组织,他才继续接受访问,让该记者斗去表示,已经可以体会你在宅佩南一直奔跑的心情了。 Dote全场笑开怀。 Dote全场笑开怀。 2001是80308 其实今现场有四名记者 大家为了提问都会把握时间丢题目 从艺人身上得到想知道的答案 而姜董元健壮有名记者较少发问 直到对方终于提出问题 他就说 我还在想他什么时候要问问题 现在终于问了 模样虽然逗趣 但从言行举止轻易发现姜董元体贴的一面 逗趣的是 身高186公分的姜董元 双腿足足有112公分长 粉丝也曾在网络讨论 BO照说他每每在公开场合坐住时 翘脚的两脚掌都能平贴地面 姜董元得知大家的疑问后 自己也不敢置信筋骨如此柔软 耿之眼与腿长无关 直接在现场瞧出照片中的动作 模样相当逗趣